我们来看看这张桌子上的20万报名的比赛 真的有谭宣 我听见有人喊谭宣 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谭宣的粉丝 希望有谭宣还是真有谭宣 果然是真有谭宣 谭宣现在的筹码量非常不错 有100万 哦 斯蒂芬 Chadewick拿到了90 同色 3万是3万吗 3万 哇丹尼堂拿到高高 要三拜的他吗 太少了没人推了 筹码量有点少 再别说了 说哈 这胡子挺不好修吧 修成这样 感觉这个胡子应该不便宜弄的吧 得找个那种非常出色的修剪师 也不能叫修剪吧 修剪这个用草坪是吧 不过修剪都可以用吧 人也行是吧 剩掉90啊 大逆堂一打起牌来 非常的认真 专注度非常高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人拙 弹轩是个C位 占姆斯陈 这可是那什么吧 是那种叫青天白日旗 台湾地区的 詹姆斯陈 如果叫青天白日旗的旗更多的是红色 K10 缩吗 有点 枪口加一位 有点不太好 忍一手 忍一手啊 面对枪口加一位 缩他不太好 弹轩那么多抽码 其他的人感觉抽码 这个多 这个NIC多 剩下的人抽码都非常少 弹轩对阵的NIC有位置优势 这种挺好的 赞姆斯陈 斯蒂芬礼 是周啊 礼啊 斯蒂芬礼 弹轩怎么感觉 是不是 胖了一点啊 弹轩啊 弹轩先胖了一点 N2同色 筹码 奥陈威克也不少啊 来有点没太注意 这三个人多 其他人少是吧 其他人都是什么 二三十万 大概在这个筹码量 弹轩 Traderwake 还有那NIC 他们三个人可能 可能 差不多都一百万左右啊 平均 他们三个非常多 P神 NIC P神 三百德 弹轩的风格就是凶 哦 尻尬了 没三百德 哎呀 他没没有ace呀 弹轩这个人 反正感觉他还是 有点忌惮 Traderwake的 弹轩这个人感觉还是挺尊重 Traderwake的 没必要 我觉得A2可能 没必要打两个深筹码 哦 要打吗 是不是在把底石打大楼面对深筹码 后边不好处理啊 其实他打完之后弹轩尻 弹轩只要一行动 一下住他A2就得封了 弹轩这牌不太好封的 这枪口位和石钩没有那么匹配啊 枪口加一位和石钩 玩弹轩这里边两高张 买卡顺有张方片Q 这牌不好放的 咱们来看看转牌 7 这Traderwake还敢动吗 觉得Traderwake翻牌打并不好 两个深筹码 他把底石非要弄那么 反正他有位置还行 有位置还行啊 我其实刚开始有点看的 没太看我以为弹轩有位置的 他有位置翻牌打一箱也行啊 那现在还要打吗 现在没有必要打了 他枪口加一位 我有点 没太主意弹轩的位置 我还敢打吗 这种牌面他也一直敢打弹轩 弹轩负了 弹轩会负掉 这个面很湿润 不过他这个有点明显要打走弹轩的意思 不知道能不能跟 反正肯定是不好跟啊 还是负掉 Traderwake这手牌 说实在他打得很硬气啊 有点 说实在有点硬投 你知道吧 他枪口加一位和这个牌的范围 并不怎么匹配的 其实整体上翻牌弹轩靠一枪 弹轩和这个范围更接近 然后他其实打弹轩这么凶的人 弹轩很有可能 拆克瑞斯他的 他整体上 Traderwake和这手牌打的还是蛮猛的 他这手牌能观察出弹轩什么吗 感觉也不太好观察出来了 反正感觉有点硬投的意思 他就是在硬投啊 他拿A2啥都没有硬投 在一个湿润的面硬 偷弹轩那种容易 拆克瑞斯的人 反正就硬给谈轩偷走了 说实话 上手牌没啥道理可讲的 只能说现场 Traderwake可能观察出弹轩 从他哪 什么地方观察出弹轩 可能他牌力不太强啊 然后他强行偷一下 从哪观察出来的 这陈哥 詹姆斯哥有点背啊 这手牌 看能不能发出高张 发个 A啊 我A的高张 没有比A高的高张的 有点有点蒙圈啊 有点着急 我想着急动一下 上手牌 他谁都被给谈轩 硬投走了 有点生气 说实话 他想动一下 CALL 来看看转牌 Race吗 这有点没必要吧 Q10 没位置 说实在的Q10的行为 有点没必要啊 他这牌不够大 你知道吧 这10还容易发出帽子 300 这A10想验一下 你有没有5 这陈是 詹姆斯 陈是有5 他这么大 你知道吧 现在这个 NIC 是吧 他就是看你有没有5 你真有5 假有5 你知道他现在给打成 他把一对10 詹姆斯 把一对10给打成偷鸡了 他把一对10 他在假装5 在偷鸡 很没有道理啊 他这个行为 这个拆克瑞斯的行为 很没有道理 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找爸爸那种行为 你知道 打斗比你弱的牌 留下比你强的牌 而且他这么大 别人一尻转牌发过张帽子 发个勾圈 开枪 你说你难受不难受 一对10 你转牌怎么办 没有困难 给自己制造困难 哦 缩了吗 那还是 也不是一种厌牌啊 他就是 他可能也是一种厌牌 就是觉得 你最后all in了 是吧 你也没东西 或者all in的抽码也不多 我完全支付得了 反正这手牌整体上 打得有些奇怪啊 反正尼克可能也是厌牌 就觉得你没5 就尻啊 反正詹姆斯陈这手牌 他总体上是 拆克瑞斯没有必要啊 他这个拆克瑞斯 就多少有点找爸爸 那个意思 他把一对10 打成偷鸡 你知道吧 你说他这个瑞斯 什么牌能跟他 是吧 什么牌能跟他 不过尼克可能还是 他整体上可能是 不相信对方有5 或者他瑞斯到13万 他也没什么气牌率了 感觉 反正这手牌 总体上 有点奇怪 说实在的 其实我都没想到他瑞斯 我觉得尼克最后尻他可能就是尼克觉得你就是很有可能在偷鸡啊 尼克觉得你就在偷鸡 在假装有5 然后他最后就很快的就靠你 但是没 应该也没想到对方是张10 QQ 缩了 这个筹码也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 爸爸可能偏向于算了 后边还有很多人没有动 这牌不太好说的 爸爸 他也可以熬练 这牌 你说 我是个人觉得可能偏向于负一点 他后边太多的人没有行动了 而且前边这个人等半天推出来了 位置也挺靠近 他推也行吧 推也行 推也没问题 这种牌本身就是不太好说 这个爸爸 你为一的问题 就主要是后边人有点多 他HJ位嘛 后边还有四个人 是吧 后边人有点多 然后他这个牌不一定 就是顶多就是和枪口家二位 一个55开的跑马 你知道吗 但他筹码太短了 可能不想被洗忙了 你要接也没有什么问题 哎呀 这戴维的燕应该是要被淘汰了 看看 哦 有个顺子 看有没有小小的奇迹 没有啊 被淘汰出局啊 还有三十名牌手 啊 没被他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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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水 两个短筹码 我以为输一个会被淘汰呢 这前面是奥利十一万 他有二十五万啊 我有蒙圈了 我刚开始我以为还能再买入吗 我想这剩三十个人还能再买入吗 传奇不客是不是我现在能不能再买入呀 反正就是他筹码多比对手多 炮福老板也在吗 炮福老板也在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传奇不客里边我爱看打人 爱看别人打牌的其中一个就是炮福老板 曹瑞怎么不来了呢 谭轩曹瑞 炮福老板 其实套利一大牌也挺有意思的 还有谁 这几个人比较爱看一点 A3推了 A4 接不了 谭轩 被吹的为何硬偷走一下 石钩 酸了吧 要是我觉得酸了吧 后边还有个大忙 石钩这牌本来接起奥利 就没有不是太好 他说都弃牌了 他是大忙是吧 他石钩 这接一接其实还可以啊 因为这个筹码也不多是吧 石钩这个牌抛起码来还凑合吗 不过来吧 开出来一个AU 或者一个 我看个石钩 这样打的把把我抓到那边 就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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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斯 散丸 四万五 哇 真大牌 这不是假装 假装大牌吗 Full掉了 Q4没有必要去玩是吧 这要是Q4同色 其实Q4同色也没有必要去玩 但是Q4同色还有点可能去玩啊 你可说哎呦我没假装好啊 我这把气势可能太强了 他可能想演那种一般的牌 假装大牌 然后他比如想演个什么石钩 九十是吧 同色 他假装瑞斯大一点 假装大牌 其实他们现在挺喜欢那种 拿这种牌瑞斯大一点 假装大牌的 他想演个这种样式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拿到强牌都不会告诉你我拿到强牌了 也不也不一定是他没演好是吧 其他的人牌也不行啊 也没什么牌 但是我看别人气牌那个非常利索的气牌啊 就是应该大家都感觉出他牌真的不弱 就是那种感觉啊 立刻的筹码量越来越多 180万 大牌 有没有能一战之力啊 没有 这个桌子的筹码量差距有点大 现在都有点 他们带大忙位的人家都有点觉得是chip leader 在抢忙你知道吧 他们就有点 都假装防守一下你知道吧 他们觉得chip leader现在可能进入了抢忙模式吧 他们觉得chip leader现在可能进入了抢忙模式吧 应该网速不是太好了 调成720P 不行的话咱就是换换个线路 不清楚看着实在是不太得紧 这回算了 是不是Q2 哦 弹圈A9 枪口加一位A9 会不会玩 不太知道啊 看一看 弹圈要玩啊 3万5 Q8 放掉 泡芙老板呢 93 70 玩不动啊 他只有21万 他玩不了 高7 高7也玩不了啊 太少了 筹码 不支持他去玩 他这个筹码量不支持他去玩高7 高7同色还是可以勉强玩一下 要玩吗 我 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是不太觉得 不太能玩啊 他可能在死拽一斗是吧 在死拽一斗他觉得可以玩啊 不想轻易放 哎呦 这弹圈还蛮危险的 可能会打一枪啊 看看情况 中队 有点背啊 看还是多少 哦 下的很重啊 谭旋 下五啊 Easy call啊 哦 可能推了吧 他call也显得牌太强了 也显得牌强 不如直接推了啊 直接推了比较好 谭旋秒call啊 有点背 谭旋这把我 估计 David Yana significant 80-20 favorite here Can he survive 高7没让啊 这个牌 哎呀 还是没看到啊 谭旋可能是输了 其实意外是吧 应该是跑马输了 躲有点疼 往速不行 哎呀 咱们看彩旋的时候 是一百万 一百万多点 现在变成了七十万 反正筹码量还可以啊 但是毕竟是输了一些 枪口味 A9同侧 同侧有点纠结 尻一枪 同侧尻一枪 进去玩玩 自己也是 Chip Leader啊 也表现一下自己的强硬 本来谭旋其实 他对Chip Leader有位置啊 好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功利主义了 这枪希望谭旋回点血 别发出酒了 别发出酒了 别搞了 这回和上回下的不一样点 可以下个半尺 下个四万五怎么样 再下五万总感觉 下个三万五 再下五万和上把一样 上把是真有牌啊 这把换一下下注方式 别和上把真有牌下的一样 Easy call A91再靠 6 这是好牌 哎呦 但是发出酒也会输啊 这个6 这个队子太小了啊 其实这个6也不怎么好 谭旋多少 还是有点季蛋6的 对方是大盲位啊 有6的范围 谭旋这里边不知道会打会过啊 可能过一箱也不错啊 因为对方在A63的面跟着你 这个面还是蛮干燥的 就个四五是买牌是吧 总体上概率不太大 就对方这个时候有6的可能性 还不算小的 看坦旋是过啊 哦哦哦 高手所见略同啊 哎呦 有蚊子摇我脚啊 我很烦 这感觉打一枪的概率还是大一些 下个12万 怎么样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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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有6打半 我想最后打一枪啊 对方有6的可能性 他也可能想的想也不小 我觉得借助AK这两张牌很容易偷鸡 最后下个重柱 假装自己在偷鸡 借助这张A和K在偷鸡 打点价值 把你下个稍微重点的柱 但也可能也不用12万 比如下个 稍微轻点也行啊 把这种柱 其实对方真的要瑞子了你 你也可以弃掉 把自己的牌弃掉 谭逊还是求稳了 台湾觉得对方中盾很有可能跟他一枪翻牌 然后中盾 最后谭逊觉得对方中盾的可能性不算小 就一张6是吧 最后选择过牌 谭逊想这个这种情况 他真的如果下个柱 被对方瑞死了 他很难受 A10 3万 K10 筹码有点短 算了吧 要不 我觉得算了 这牌你要中个10 中个K 还有点闹心的 你知道吧 游戏中张10 中个K可能还行 尻一下吗 尻一下 没必要玩是吧 谭逊爱玩牌 但我觉得这个Q2 没必要玩 来看三牌 哦对对八二眼是好牌啊 这牌 他面对A是这位这个牌面很好 帅哥 泡芙老板要打吗 可以随便下个轻点的柱 打过都行 打下个会下个轻柱 ABB面 两万吗 两万啊 有点卡了 再别说了 白手白看完 质量下降一点 有点不是直播了 咱只差一点 表示有点卡了 那么直播是不是就点 说实在有点蛋疼 有啊 7 这牌很有可能是对八 赢下来啊 兄弟这也不行 三百六 也搞不好那师傅调的三百六 再拉到前面 那太模糊了 这也不会偷漏 check check啊 这也不会偷漏 八八赢下这个底池 或者八八下个阻止住 感觉不是很有必要 八八 也行 大点三七的价值 泡芙老板不太容易有三七的 也是这位 主要冲着一张七的价值打 有点不是太有必要 反正还是阻止住 还是过 其实还是 我也觉得过牌可能好一点 你还可以观察对方下注 你知道真觉得他投机 对八可以抓 算了吧 有摊牌价值 发出一张Q 你眼有Q 这太勉强了 check check 对八赢下底池 好了 咱们视频 到底咱们这个视频 今天有点头疼啊